台灣是一個面臨很多震災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特別感同身受 在民國88年921震災的時候 土耳其在第一時點就派了搜救隊來到台灣援助 現在是我們回饋土耳其的最好機會 作為地球村的一員 我們應該要盡最大的努力展現台灣可以幫忙 台灣正在幫忙的精神來幫助土耳其 所以政府在昨天第一時點就由外交部宣布 我們要堅證土耳其20萬美金的上款 希望來幫助這些受災的災民 今天總統看到了土耳其的震災那麼樣的嚴重 特別把上款加碼到200萬美金 在昨天我們第一時點就派出了我們第一支的搜救隊到土耳其 當時我們派出了40名的搜救隊員 包括了10位從這個消防署 有30位從台北消防局派出來了 還有3支搜救犬以及6.6公噸的設備 但是我們發現他們的災害相當的嚴重 所以今天特別派請各位 我們有90位第二梯隊的國際救援大隊 要再次到土耳其去 我們除了有90位來自我們的消防署 台北市台中市還有台東縣的搜救隊以外 還有兩支搜救犬以及6.4公噸的這個儀器設備 包括了最先進的生命偵測器 我們希望能夠盡早的到災區提供最佳的服務 你們就是台灣善良的表現 是勇敢的表現 希望你們到了土耳其 能夠好好的投入救援的工作 我相信你們一定能夠達成任務 讓世界看得到台灣 can help 台灣 is helping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好不好 好 謝謝 感謝 感謝院長 台灣加油 台灣加油 土耳其加油 土耳其加油